其實0050最近填息都算填得快的 那大概只有幾次 一次是去年年初這一次 還有其他像是對照過來 是2008年1月初的這一次 以及2015年的這一次 那基本上它其實填息都填得很快 所以是不是請資源快速幫我們給一個答案 如果說大家對0050真的有興趣的話 要不要搶賺這一波的填息 你要的話要放長 而且要有方法 第一個提醒大家 你看它的配息 為什麼我們敢講說 下一次配息大概零點幾 大家有沒有發現2.9之後就是0.7 3.05之後就是0.35 所以它有明顯的高低分 它滿規律的 對對 第二個就是填息的一個時間來講的話 當然來講去年是受到新冠疫情的一個影響 花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可是在這個時候已經萬八以上 未來會不會有兩萬 其實很難講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雖然看好台灣的前景 但是市場的波動也不能忽略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投資朋友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 如果你已經有的話 那我覺得你持續做定期定額 或者是你分閉獲利了結 這樣也可以 資源如果是你 我們很多的小白 他預算可能只有3000或5000 選哪一檔 我會先從這個701或者是888 左手 真的你會選888 對 不過888其實就是愛台灣的概念 我也滿喜歡這一檔 因為新的體材 而且我發現其實它還滿穩定 雖然它是新的ETF 但我覺得它有要創造出一個新的格局出來 所以我會優先選這兩個二選一 我覺得都是還滿好的 嗯 特別是剛剛有提到 701有四成的金融股 我們節目一直在跟大家分享金融股 其實就是在暗示大家 金銀的投資主軸 這個編集中主軸 我也會拍一個 空間的 一些變長的 發聲 這個編集中 你還滿好的 有